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人口拥挤的城市 在某一天突然所有人都消失了 你会选择怎么做 嗨 各位宝主们好呀 最爱你们的山姆大叔 有屁脸屁脸的跑来啦 终于到了 不过 这个是啥呀 管他了 盘就完事了 那这个绿色的是 是你的法力能量 之前用来打鬼的风系法术 需要消耗这个 场景里击中这些东西就可以恢复了 好家伙 兄弟们 这算不算子弹呀 嗯 你在和谁说话 当然是看视频们的宝贝了呀 什么玩意儿 阿斯文 你小心点 我感受到附近还有那些东西 我去啊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收集人类的灵魂 人类的灵魂 没错 之前那个物碰触到人后 就会让身体消失 抽取出灵魂 他们收集那些灵魂 说来干嘛的呀 可能是想送网易解 或者是吃掉吧 阿 那可不能让他们这样 小心点 你可以靠近他们背后 用直接破坏核心的方式 干掉他们 好 我去 不错呀 那必须的 我可是这个游戏的主角 营莫朵 我来了 我去 这是刚刚那个JK女鬼 没错 只好交你新了一招 看好了 我只给你演示一次 这也太酸了吧 所有的鬼只要破坏核心后 就能直接消灭他们 而他们的核心都在胸口处 所以一定要瞄准胸口进行攻击 明白了 大飞天龙 大龙夸张 火人不破 火人慢慢后 火人慢慢后 瘦 瘦 哎 不对啊 这本身就是恐怖游戏了 怎么可能没有鬼 哎 哎 不对 我不是抓毁了吗 我不是抓毁了吗 为什么要怂啊 走走走 打不留心了 走 啊 前面有东西 哎 人呢 啊 咋回事 这应该是幻觉吧 哎 不对 是鬼弄错的幻境吧 不会 只要我去打boss了 哼 感觉阵地又吓我一跳 哼 雕虫小姐 老实说 重复了招式 对我来说是没用的 我胆子那么的 就你还想吓到我 再说了 我是主角 怎么可能在这里被剧情杀 妹妹 回来了 打点药 不要那么快呀 我们成功来到妹妹的闭房后 发现这里也被带入了幻境 有个身着黑衣 带着炼具的人 从她的语言中 可以看出 她想把妹妹处理成观察者 不过 我感觉更像是成为人类云界的桥梁 对于我们的到来 她并没有太意外 并且 她能看到我身上的另外一个灵魂 而且 看似应该是老相识 但是 我们的男主 可不管这么多 直接想上去干掉这个家伙 对于是 就出了男主 再死了一次的剧情 当然 主角是不会真正的死亡 我们身上的灵魂 可以帮助我们复活 但是 她需要我们联手破坏 刚刚那个黑人的阴谋 只好妹妹也在她手上 于是二人开始了联手 并在游戏中 第一次做了自我介绍 鬼魂叫做KK 而男主叫做小人 诶 等等 谁叫做游戏 把自己男主取名叫小人啊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还没有